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过年过的公共业的我们还是有那个债 很伤心很难过 继续不了这个债务 有钱的时候可能好一点 没钱的时候都过年不好过 是吧 欠债原本也不是多大的事 可问题是这几年 曾女士每每在过年的时候都会接到催债电话 而欠债的人正是她的丈夫杨先生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 每当她去询问丈夫杨先生时 杨先生都是一问三不知 不知道怎么欠的债 不知道欠了多少债 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清这些债 一直不知道 到现在还不在 直到今天来调解 杨先生的回答还是老样子 我也不知道 杨先生是真糊涂还是做假戏 这笔欠款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隐情 迟至今日 债务就好像成了曾女士家里的一个谜 而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们夫妻感情 已经因此降到了冰点 一直去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他要跟我从我走远一点 那就没办法了 就好心好散吧 这神秘的债务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当迷雾被拨开 呈现在我们眼前又是否仅仅是钱的问题呢 我们的调解即刻开始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曾女士和杨先生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我想知道我老公外面到底产生多少在 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 老师这个电话 那个电话打过来要站 后来我们过年 没过一个好年这几个年 这个问题是 你觉得他不肯告诉你呢 还是他告诉你的你不相信呢 他可能不肯告诉我吧 那个钱不得用到哪里去了 莫名其妙 没有用到家里了 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是吗 不知道 都是他一个人的事 好 杨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就欠了几万块钱债 别的没有什么 觉得这个债务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就全是欠了几万块钱 几万块钱嘛 应该有一两年应该赚得到吧 不过来他就叫我不要回家 我一直借家嘛 他说你要不要你都不要回来 相比妻子的急火攻心 杨先生有些淡地 声称欠款数额不多 只有几万而已 但曾女士却压根不相信 丈夫的说辞 因为这笔债务最远可以追溯到 五年之前 整整整五年杨先生都没把他口中的这几万块给还清 这好似永远还不清的债务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 一切都得从最初的那通催债电话说起 2013年吧 应该打个电话来有债 他就去欠了我嫂子他就六千块钱吧 他那年他就买了 后来怎么办呢 没还了没钱了 没钱还了是吗 他没还了 每一年你都问不到是这个钱是怎么欠下的 都问不到原因吗 问不到 他无所谓 根本不在意这个事 他叫他自己过好了是算了 不关我的高兴 杨先生为什么从2013年开始有人来上门要钱了 因为就开店嘛 2012年开始亏嘛 开个那个卖菜啊 猪肉啊 鱼啊什么东西啊 凉油啊 就煮一下 开那个店 2011年开的 2012年就开的差不多了 怎么不给那个房子都不租 2003年就开始亏本了 亏掉了 就关门关掉了 关门关掉又跑到温内 跑到温内又开了一个店 又关门关掉了 还是亏 那一年了 就还是亏是吗 门都关掉了 一年关了两个店 亏我们那个带的拉去的就先进了 起的钱了 那又不给那个债务钱的 那亏掉了呢 那他问我 我肯定说 你这个不要狡辩 不要撒谱 受西方 2011年比了开店 刚刚开始 那个钱就 先不涨不好 占的钱呢 就是我这店 我24个小 24小小店 他就外面就 挣货 挣货吧 做不赢的时候 他会帮我 是吧 那一年 平平他呢 我们下可以的 电子现在又好了 但是有点钱了 他就那个 打几年能撑碰之后 去问去牛用的话 我一个月可以 赚多少钱 多多少钱 应该就把他 拉撒调去了 是干什么了 他就是又玩了 你就是滚不太吐了 他就是 他想又玩就玩了 你别过那么多钱了 他说 他说手术他的女子 不管那个 那就不像以前 那么努力了是吧 没有伤心了 那这个时候 你怎么办呢 我没办法跟他过不上了 我就带着 软博喜好 回老家了 读书啊 也不见未尽 嗯 接下来呢 接着他说 一个人在那里 他就垫了 可不下来 垫了关门了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导致着关门呢 没有那个心 垫里一塌糊涂了 这个事情就不要这样子说 我为什么关门 那是没生意才关门 房子又不租给你 才关的 原本好好的生意 怎么又变成了 亏本经营呢 曾女婿又是生气 又是怀疑 她让丈夫 把生意关张了 回到家乡 打工赚钱还债 自己也外出打工赚钱 帮助丈夫 还一部分债 打工赚钱虽是辛苦 但好歹没有做生意的风险 债总能慢慢还上 正是这个想法 支撑着曾女士 在外辛苦奔波了一年 可谁也没想到 在新年期间 催债的电话 又一次打来了 那一年吗 又一次要债 我就跟她还了 三千块钱债 这一年 你在外面辛苦工作 她有没有工作 你不清楚 不清楚 然后到了过年的时候 债务又怎么出现的 债务应该打电话来了 我就是 外来我嫂子 她又买房子的外来 拿几千块钱 别的我就 玩不了了 那小儿去的 全的用的都是我的 这一年 你拿出你打工的钱 去还了债是吗 那这一年欠的钱 又是因为什么呢 那没钱 肯定一年没钱嘛 那肯定家里还要 钱要 有时候要寄点钱回去 那带着买人出去 借一点回去嘛 是吧 家里的那一年 上半年 开始她在家 附近做事 我现在我们群里面 我们也打工 那个时候工资细低 打零工是吧 寄两千多块钱一个月 我这家的时候 我自己用钱 用到赚到的吧 所以在这一年 过年又有人来催债的时候 你的心情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肯定 催债肯定有点不舒服 是吧 那因为你欠了人家 肯定要还呀 对 怎么还 怎么还 肯定我没问过他要钱吧 你的计划是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去外面 赚的钱还的 反正你别管 对 我没有叫他管 可是按照他所说的 在这一年 他拿他打工的钱 替你还了几千块 他先还了几千块 我们再回到这个债务本身 家庭的债务问题 不告诉他吗 你告诉他这回吵架 不告诉他吗 他小吵一点 能满就满 一年又一年催债的电话 接连不断地打来 杨先生却始终说不清 到底欠了多少债 而他这一年 又到底赚了多少钱 曾女士索性心一横 将丈夫赶出家门 赚钱还债 这个第二年 我就出办上班 其实他爱在家里 又有什么呢 我就坑不下去了 我说你不要到家里 我说你出去 他就戏我 就走了 眨眼又是一年过去了 杨先生寄钱回家了 可这数目 却让曾女士很是糟心 我就打一年 他也在外面打一年 打一年 记得一万三千五 一万三千五 你是觉得这个钱 太少了是吗 那肯定的 我打一年工 我一年到头了 我都债了两万块钱 我要在那个市里面 我要每天叫个小儿 好 起初曾女士 还心存侥幸地认为 可能是丈夫 已经将之前的债还清了 所以带回来的钱 所剩不多 也能理解 可到了新年期间 曾女士不仅再一次 接到了催债的电话 债务的数额 更是让人心惊肉跳 这到底是去年一万三 应该打个电话来 要债 所以他带着 这一万三千五百块钱回来 你是觉得比如说 他就这个能力 就只能挣到这么多 还是你觉得 他肯定又在外面 有打开这个行为花掉了 那肯定这个小兄啊 还是以前签的 现在没签交 没还清的 是这意思吗 对 那这一年又一年 你们都没有钱去还别人吗 我家女儿的钱 你没东西都行 我拉给她的 就你就不算 买礼品啊 放现金给女儿啊 她嫁的干就去 那不行 我的钱 你拉出来吗 你给了多少钱吗 反正我们可能 你给了多少钱吗 不管多少钱 我嫁了个女儿 你这什么 你一分钱没拉出来吗 你说你接费 你回答她这个问题 你接到的时候 拉费了多少钱 你给女儿结婚 出嫁 你花了多少钱 大概是 说习爸 现在呀 记不起来了 几年了 现在记得起来多少钱 四千五百块钱 四千五百块钱 分了四千零二十块钱 分了 买了两个免税 五百六 这么多钱 还有吗 那这就是钱吗 这就不算吗 一年到头 一个拿那里 如果就是如此的话 显然他是不满的 他觉得你一个大男人 而且身上还背着债务 你才挣这么多钱 肯定有问题 第一年出去不是有问题 我那个年出去 去学徒 也应该记得赚了这么多钱 只有这么多 不是花销掉了 我没有花销掉 第一年一个月 只有赚了四千一个月 四千两万钱 一个月 我自己有求烟 又喝酒 偶尔玩玩牌吗 也既然赚个两万 多一点点到家 还偶尔玩玩牌吗 玩牌小玩了 我每年都玩过 不是没玩过 所以在他心里 家里还背着债 在这个时候应该 所有的精力 都应该用来还债 努力挣钱 而不是还 估计到这个爱好 那个兴趣 甚至是那个不良嗜好 他觉得你这根弦 没有绷紧 没把这个债务 或者家庭的这个困扰 当回事 你觉得呢 思想认识不够 那就可能是这样子行的吧 这是有一点是吧 哪怕家里都已经 火烧眉毛了 杨先生也永远是一副 债不关己的样子 他这种不紧不慢的态度 更是让妻子的一颗心 沉到了谷底 问题还不仅于此 曾女士接着告诉我们 现在不仅外债没完没了 家里的财产 也开始不翼而飞了 我许张的时候 我过来把那个钱拿回来 我们去买房子 把那钱放在这两面 那个村口 他说你不要人 现在买什么房子 不用买 我们去买房子 我房子们早就看好了 跟小他们 他说不同意不同意 我就 今天叙事西方 我就是要把那个 借名那个钱 到底这不在 身体游戏有点烦衣啊 那个钱 那个时候是在哪儿呢 就存在那儿了 是在谁那儿保管着 我保管那个戒指啊 其他的名字啊 哦 他一直反对 在这个时候 你存了什么怀疑 他老是 你不要买房子 你不要人 他说得很记得 拿个块 发现你那个钱 不知道这不在 而且怎么用了 好 结果 结果 我就把他拉着 他拉着他的 那套行李就去拧行李 我说我可以 起这个钱吗 他说你这个钱没有了 没有了 嗯 我说怎么样 他说你这个钱挂西了 谁挂西的 他挂西的 问他自己 那钱到底是在 还是不在呢 不在了 没了 没有 但是不仅仅是挂湿的问题 那就钱都没了 嗯 不见了 不许而回了 以前欠的债 那个是抵掉了 抵了三万多块钱 不许而回了 这其他三万多块钱还呢 三万多那戒指 我那里我带了进去了 那里的四万五 还有一个戒指 那个卡六万五 不急不急 慢慢来啊 先问一下 他那个时候说 提议想要买房的时候 那个时候钱还在吗 不债 那个存款你用来干什么呢 就是还债 还什么债啊 我家里欠了什么债啊 我快点欠的债 你怎么知道呢 你的意思是把存款 继续都拿去还了 可是还是不够还 是吗 没有全部了 还有 还了多少钱 那个那年大概 欠了五万多块钱 还了三四万 全部是用继续还的 到现在 所有的债款还清了吗 还有一万多块钱 还有一万多 你的说法还是因为开店亏损的钱 是吗 是啊 我说这个人真的无忧可救了 嗯 我心里特别疼 离婚的时候我就想了很多很多 这个家里我现在待不下了 没办法待了 刚才杨先生从头到尾的解释 我们听到了几个原因 第一 他说所有的欠款 是因为开的那几个店的 随着那些店的倒闭所欠下的 这是第一点 那都是借条 那都是借条 嗯 第二 确实有打牌 但都是小小的玩一下 不可能产生债务 这一点 不是小小的债务 不是小小的债务 你有观察到他在这个打牌这方面 他确实是不认真工作 是一心去玩的吗 是 一心去玩的 的确是如此 嗯 好 第三方面 这些年来 挣钱这个你对他是肯定不满了 对吧 嗯 可是杨先生的说法就是 我能力就在这里 你觉得呢 他的能力不是在这里 他还是 还是没用力 我没有用力 他还是在过他的好意思享受去了 嗯 一年又一年 债务和烦恼周而复始 唯有希望始终看不到 债到底有多少 无论怎么努力都还不完 这到底是为什么 对于曾女士而言 那些债务就像是越积越多的冰凉海水 每次他想探出头 尝出一口气时 杨先生就会死死又把他拽下水面 心灰意冷的他对丈夫做出了最后的表态 他说的好 能过就过 不能过就好气好善吧 没办法过了 他已经表态了 我只表态什么 我也不知道表态什么要 是呀 他一直过得好呗 他用我表态什么 好 你永远跟着我 你一直到这里过 我就这样子说 不永远跟着你 那不永远跟着我 那有什么办法 你就叫我自己走 你是吧 你还是用这样的状态 继续过下去 那本来就是啊 看到自己如此决绝的态度 都没能唤醒丈夫的改变 曾女士的心 像被割开了一道口子 悲伤和绝望 翻涌而出 一向热心的廖阿姨 实在有些看不下去了 她柔声安慰好曾女士之后 一把拿起了话筒 打算好好教育杨先生一番 我觉得你呀 真是一个瞒天过海的男人 你也真的是一个 无药可救的丈夫 你如果说是怕她担心 那我想问你 一个女人害怕过年 她怕什么 怕别人催债 怕别人上门要钱 那过的是个啥日子啊 这么多年了 你今天还告诉我们 你还欠了钱 这么多年了 她是怎么过来的 你懂吗你 作为一个男人 真的要有担当 我希望你能给你的妻子 今天在这个场合 能抛心肺腑的 真正能够着她 你要她选择相信你 你要她选择来 跟你好好过日子 那就必须 过好每一个年和解 我跟女方聊一聊啊 你今天是很痛苦 但是从你说话的音量 你是女高音 从你说话的状态 你是歇视底里 是扯着嗓子 尖着在叫 你用这种方式 你自己又很交心 焦虑 紧张 疲惫 是吧 自己又受不了 回过头来又没有好的效果 我们是不是可以 试着改变一下方法 我年轻的时候 非常的气盛 我年轻的时候 我比你更要强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随着这些社会的综合知识 看多了太多的人间故事 回过头来 我们真的要想想自己 这样做有效果吗 这样生气花得来吗 这样折腾有用吗 是的 我非常的同情你 也理解你 但是我想 这个男人 或许还没有到 不可救药的地步 或许他还真是怕你 怕你焦虑 怕你紧张 怕你骂人 怕你伤害 他还真是怕你 他才会这么躲避你抗拒 第一个问题 关于债务的问题 有一点可以明确 这么多年 你们之间的债务 女方是不知道的 是不知情的 这是你们两个 共同认识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债务 就要做进一步的讨论 这个债务的用途是什么 根据南方所说 是用于经营活动 开的店 亏损了 女方对这个表示不认可 男方是不是借债 用于赌博的时候 男方予否认 女方也没有相应的证据 做出说明 那么我做一个解释 如果这些年 中间男方在外面 以个人名义所欠的债务 如果用于的是 比如说所谓的开店 也就是经营活动 这个经营活动挣的钱 也用于家里的生活了 亏损 属于正常亏损范围之内 因为商业经营 肯定是有亏损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 这个债务就是夫妻共同债务 女方你有和男方的连带责任 你也有偿还的义务 但如果这些债务 是男方用于个人的赌博 或者是其他违法活动 或者是没有经过 女方同意的 独自地经营活动 挣的钱也没有用于家里生活 她个人消费掉 那么这个债务 就是她的婚内个人债务 女方 这个你没有偿还的义务 知道了吧 所以除了要搞清楚 欠了多少钱之外 还需要弄清楚 这些钱去哪了 做什么用 这直接决定着女方 你对这些钱 这些债务 要不要承担连带的责任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所谓打牌的问题 够不够成赌博 这个 二位是江西本地人吧 是 给你们介绍一下江西省本地的相关规定 根据江西省公安厅的相关规定 个人参赌 赌制达到500元以上的 公安机关可以对他做5日以下的拘留 情节严重的 可以关10到15天 可以处500到3000的罚款 那么 南方自己回忆一下自己的经历 达没达到这个处罚标准 而且今年春节开始 新年以后 全国范围内正在重点打击赌博 特别是农村赌博的活动 如果之前不知道法律 你还可以做解释 今天我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你听之后 你应当知道这个法律规定了 如果你再有触犯的话 对不起 那叫执法犯法 今天我们曾女士到现场来 我可以告诉你杨先生 他真正内心在乎的就是两个点 第一个点 希望你能够借赌 不管是大赌还是小赌 不管你是输了钱还是赢了钱 只要你在经济上发生亏空和漏洞的时候 他一定会自然而然的想到 这是由于赌博而造成的结果 虽然他至今也拿不出缺险的证据来 所以他对你的第一个刚性的需求 一个最重要的需求就是 借赌 不要再去玩了 一 怕经济上会有亏空 二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不可能一边玩一边工作 如果一旦沉迷于此 肯定会对工作造成影响 这也是他对自己内心特别纠结的一个事情 第二点 我们曾女士内心最在乎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他最在乎的一个问题是 每个人能力有大小 不是说我们都要求人人去做成百万富翁 但是努力的心不应该有大小 不管你的能力有限到什么程度 您能赚到多少钱 但是我们不应该放弃去为这个家庭承担经济责任的 重担的这样的决心 如果您觉得您够努力 您就应该把这种努力展示给您的妻子看 而不是让他在那里猜或者胡思乱想 生活上的贫穷不可怕 可以靠自己双手去改变 而思想和心灵上的贫穷 往往才是人生道路上真正的敌人 杨先生的不思进取 招来了各位老师的严厉批评 不过一向善于观察的胡老师指出 其实杨先生心里也有委屈 你们家这个事情 我觉得没那么复杂 曾女士 就是你认识她这么久 你们当年太平无事的日子里面 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你们当初有一段时间 生意做得不错 事无事就说明 她一定能挣到钱 我认为很有可能 有一个很灰暗的事实 你要去传认 就是你们俩赚钱的能力非常有限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杨先生他也很希望 自己真的能赚到钱 所以他一旦有一天发现 我这段时间能赚这么多钱的时候 他内心是很开心很开心的 所以他忍不住会说一些大话 但事实非常快地就证明了 你们俩并没有找到一个赚钱的比较好的方式 而且很有可能 你们都没有能力赚钱 这个时候你们夫妻俩分头去焦虑 你这边开始想 你看他还打牌 他还吹牛 你非常生气 你抓到了他的问题 他那一边 杨先生这一边 他很沮丧 他发现开一个店倒一个店 开一个店倒一个店 而他为了撑起这整个希望 撑起这个样子 一方面东奔西跑找钱 一方面东奔西跑借钱 你们家两位其实都应该 在承认赚钱难的基础上 要学会真正的同情体谅对方 你们两个力量分散了 所以赚得到钱就担心会不会乱花掉 赚不到钱马上就互相的怀疑 那主要来讲是曾女士 你对杨先生的怀疑 这个很悲哀的事实 但是更悲哀的是 你们两个人开始离心离德 你们两个人啊 这个心啊 拉得越来越远 胡老师指出 在任何情况下 都要夫妻齐心 才能够渡过难关 老师们说了这么多 厂商的夫妻俩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吗 在调解现场 杨先生那副 对凡事都漠不关心的态度 来到密室之后 能否有所改变呢 廖阿姨 首先带着杨先生进入了密室 杨先生坦言 老师们的分析 爱是包容于尊重的升华 廖阿姨指出 如果杨先生真的爱妻子 那么就应该在这个现场 向妻子明确 到底还有多少债务 而且再也不能有新的债务 今年没什么了 还总共就一万多块钱 老爸那里几千块 大概八九千了 八九千 看哥哥那里 两千 看哥哥那里一点 这一万多块钱 一万几个就忘了 那就说今年等于 直接把这些钱付出去了 就没人上门讨债了 没有 这一次 杨先生终于不再逃避 明确地告诉廖阿姨 自己余下的债务 还有不到两万元 她也会尽快独立偿还 而在密室的另一边 曾女士也表示 自己也会慢慢收敛 和改善急躁的脾气性格 你先给我滚了 你也觉得你比原来还好一些 我现在是比我 我经历的话 我去老师打电话 我说要什么的 我都是很爽气地跟她说 我现在都在跟她讨好用的 那不一定就是讨好 你是一种方法 是一种手段 对 我就跟你们讲 听听吧 刚刚她温柔一点 有些时候好好跟她说 观察员宗岳英指出 夫妻间良好的沟通 不单单需要温柔 发自内心的认可 才能更好地帮助对方成长 你的力量是有限的 女人的肩膀的力量是有限的 要让她 要让她做支柱 你越说她没用 她越没用 就算她有用 就算你赚的比我多 你有能耐 你能够把钱还掉 好 我们一起去 就是来现实的 你的工资收入交给我 给你还债 把债清掉 今天把债说出来 你顺一下到底有多少 你也不要唠叨 在她身边温柔一些 我现在会 改了 继续改 听得出来 现在双方的态度 都有了很大的转变 密室的最后 我们也帮他们 起草了一份生活协议 协议上会有哪些内容呢 回到现场之后 夫妻俩又会用怎样的新面貌 来面对对方呢 我们的调解 马上回来 杨先生先说点什么吧 好吧 你先表态啊 叫他谢谢 我不会说话 我说话不会说 马上 你要辛苦了 在外面那么 平民地做 也是为了这个家 为了我们几个小儿吧 尽心尽力了 也要辛苦了 以后我也要鼓励你 继续你吧 谢谢了 我也知道 辛苦了 杨先生还能说点什么吗 没什么想说 老婆 下次我带你去买戒指 买项链 可以吧 这个我都有了 我就是要 买的是那颗心 那个打一个 打打心去的颗心 要定心玩 好 看一下协议上怎么说的 协议第一条 杨先生确认 名下现有债务 不超过两万元人民币 承诺于2019年之前 自行偿还全部债务 并承诺无隐瞒其他债务 即今后不增加新的债务 二 双方承诺 调解后 各自调整自己性格上的不足之处 做到互信互量 共建家庭和谐 可以接受吗 可以 好 那我们签字啊 好 那我们签字啊 好 那个 回去熬过年 多赚点钱 是 钱多钱少 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是大家在努力嘛 是不是 都不是好吃懒做的人嘛 你看你们家的事情 我本来想说一些非常高大声的话都说不出来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啊 在调解的最后 我们看到在主持人的再三鼓励下 不善言辞的杨先生对妻子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下次我带你去买戒指买项链 话有些简单淳朴 让人听了有些忍俊不惊 但是杨先生更应该明白 要想夫妻齐心 首先他应该交心 只有捧出一颗真心 妻子才会看到这个家的希望 那是比黄金钻石还要珍贵的东西 就是我带你了 我带你了 我带你了 那是比黄金钻石 你那是比黄金钻石 在你这也是比黄金钻石